河南宇宙万名教师罢客维权 七名上访民警在中南海前自杀抗议 观众朋友们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亚太联播节目 我是安培 12月4日是中国第一个宪法日当天 七名来自哈尔滨市公安局的上访民警 张亚杰、梁达公、余力胜、王斌生、黄威、孙宏丽和余爱民等人 在中南海外拉起横幅上访深渊 期间因遭到警方的暴力驱赶 上访民警当场服毒自杀 据目前已经脱离生命危险的孙宏丽 向本台记者介绍七位民警都是已上访十多年的老访民 也曾前往公安部、中纪委及地方政府上访 但冤情始终得不到解决 他们在宪法日当天前往中南海 试图面见习近平声讨司法腐败 维护宪法尊严 但在中南海警察抢走抗议横幅之后 悲愤交加 就一起喝下了毒鼠强药 目前七名自杀民警仍被留院观察 接下来我们关注香港雨伞运动的最新发展 香港学民思潮的成员 无限期的绝食进入了第四天 12月4日再有两名成员加入 他们向建制派的议员发出了公开信 促请议员面对社会撕裂严重 不要隔岸关火 代为安排与政府的对话 商讨重启政改 我们来看报道 周四 选民思潮绝食的行动 再有两名学生加入 分别是中文大学政治与行政学系 三年级生郑以林 以及香港专上学院社会科学系 副学士二年级生吴文谦 首先绝食的三人包括召集人黄之锋 18岁中六学生黄紫月 及进会大学学生卢彦慧 已经绝食超过70小时 黄之锋走路时需要人搀扶 医护人员发现他们血糖偏低 心跳加快 为了安全 每日检查次数有两次 增加至四至五次 当天五名绝食的同学 向建制派议员发公开信 称如果建制派议员希望尽快结束运动 即解决撕裂 不能只有空话 学生牺牲身体要求对话 议员不可以隔岸关火 希望议员协助他们与政府展开对话 当天参与绝食的学民思潮成员 郑义琳表示 此次对话重点是重启政改五步曲 叫学联上次与政府的对话更为务实 记者在金钟看到 现场摆放了留言册 有市民签名表达支持 希望学生保重 在现场的一名市民 接受本台记者采访时称 早前对是否展开绝食行动 而有顾虑的学联周四表示 明白学民无子的理念 但是要思考留守的意义 他们目前正在与占领人士及相关团体商讨是否撤离 希望在一个星期内有决定 学民思潮则表示 希望市民将重点放在政府是否愿意对话 及学生的绝食情况 而不是退场 在金钟占领区留守的李同学 周四接受本台采访时称 明白双学之间就退场与坚守产生了分歧 会尊重学联的决定 但他不会跟随学联撤退 而他对绝食行动也不看好 英特首办已表明没有空间重启政改 认为现实最应该做的是思考是否有其他抗争方法 及如何对抗暴力情场 我是不反对他们绝食 但是到了这个时刻 我们用不同的道德的感召 可以感召到的市民都已经决定了他们的行动的时候 我觉得这叫绝食可以达到的效果比较有限 女其这些绝食的方法来征许支持的话 倒不如真的要想一想我们要怎么样去保护自己 去对抗警察他们不同的暴力 此外 有关高等法院日前颁下的金钟禁制令的上诉 将在周五裁决 法官周四要求原告人在地图上 清楚标示禁制令范围及修改部分字眼 答辩人之一声明联副主席黄浩鸣要求 在执行禁制令时 原告的代理人要有名牌 清楚展示身份 以免造成混乱 申请上诉的郭卓坚在庭外说 占领人士继续瘫痪马路是无可奈何的选择 又认为即使有禁制令也达不到效果 因为示威者可以到中环或其他地方占领 他希望特首梁振英以智慧解决问题 聆听学生意见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记者 新林的采访报道 英国的议员赴港受阻之后 批评中国政府行为错误 不负责任 而中国官方的媒体则反唇相击 称英国应该放下殖民主义的心态 与此同时 美国也加入了战争 发声支持香港的真普选 一起来看一看 英国下议院拟派人赴港调查民主发展状况 遭中国阻止后召开紧急辩论 日前 英国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奥塔伟表示 有中国官员称 中英联合声明已于回归后失效 是行为错误及不负责任 中方指调查干涉中国事务毫无根据 也是对自由世界人民的攻击 中国官方人民日报海外版周四在头版刊登署名评论文章 称英国需放下殖民主义心态 文章说 就在中国国内正积极处理问题 减小损失 致力于尽快恢复香港稳定知识 英国等外部势力却煽风点火制造事端 议会下院就中国拒绝调查团入境香港举行辩论 还有人声称 作为中英联合声明缔约方 英国对香港仍负有责任 很明显 英国忘记了几个重要事实 第一 香港主权属于中国 第二 民主与否不由英国说了算 第三 实际行动才能维护中英关系大局 文章还告诫英国不要逆时代潮流而动 称动辄干涉别国内政 将西方价值观和意识形态强加于人 在双边关系中恣意妄为 这些做法反映出的是殖民主义心态的遗毒 对此 曾发起500人占领英国领事馆活动的 马俊朗周四接受本台采访时表示 怎么叫做殖民主义心态呢 他们就喜欢用一种扣帽子的方式来污蔑别人 英国议员过来香港调查 中国在这个17年来 这个中英联合声明 这一国两制港人治港的一个情况 他为什么不敢给那些英国议员过来呢 这又如何又是一种 就是说殖民主义心态我看不出来 反而我看见中国 他自己做贼心虚 不敢给那些英国议员过来调查 搬石头砸自己的脚 英国的议员来香港 他是有法律根据 是名正言顺 反而中国政府 去阻止这个英国议员来香港 这种做法呢 是违反宪法的 令香港陷入一个县制危机 马俊朗表示 他们计划亲自赴英 将中国干预香港自治的证据交给议会 同时会继续在港宣传中英联合声明 让港人知道这份声明是中国的死穴 他说 假如他们不能来的话 也希望他们不要停止这个聆听民意的步伐 去听我们的这个对话 而我们呢也会计划 他们来不了香港 那就由我们跑去英国 我们必须要亲自把这个中国17年来干预自治事务的这个证据交给英国议会 为什么中国他要防止一些议员来香港 我觉得就是他发现联合声明是他的死穴 你要争取公民提名 对 你要争取民主 对 但是我可以说这些是没有法律根据 但是我们现在有铁证证明中国是违反联合声明的 我们香港人为什么这么愤怒 就是我们的自治权受人剥削了 受人侵蚀了 在占领区接受的林先生 周四接受本台采访时 也对中国阻止英议员赴港感到不解 他说 我们香港人其实想象会说一个比喻 说我们的生物是中国 养大我们的其实是英国 英国就将香港归完给中国了 归完的时候有说明你要怎么怎么样 现在英国其实是想过来看看 就看你有没有遵守你的承诺 就是这样 这不是很应奋的吗 另一方面 美国助理国务卿拉塞尔周三表示 美国站在公益与自由的一方 促请中国政府确保香港2017年特首选举具有竞争性 同时否认中国政府称美国协助煽动示威活动的说法 指香港的示威是自发的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回应称 国际上一些势力和一些人企图干预香港事务 甚至怂恿支持战中违法活动 中方已多次表明严正立场 香港事务全属中国内政 中方坚决反对任何外国干涉香港事务 林先生则表示 他们自发占领 为的只是想要一个真正的普选 林先生又说 他们并不是一定要求在2017年实现真普选 但至少政府应当给出一个时间表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记者杨帆的采访报道 据海外的中国茉莉花革命网站报道 12月4日河南宇州全市12000名教师集体罢课 并前往市政府集会示威 抗议待遇过低 示威现场有大批警察戒备 警方还抢走了示威教师的抗议横幅 据报道 宇州的教师自上周五开始前往市政府集体维权 要求追讨被政府拖欠的工资 中国感言的政论刊物炎黄春秋 日前因被要求变更主管主办单位 以委托北京的著名律师莫绍平 向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 提出行政复议 莫绍平律师星期四向本台表示 广电总局以行政的方式 抢行变更 阎黄春秋的主管主办单位 没有充分的法律依据 按照中国行政复议的法规 广电总局将在60天内就上述行政复议的申请 作出回复 另外 阎黄春秋杂志社的法人代表兼总编辑 无私 当天也向本台记者证实 他已正式提出辞职 另一个引发广泛关注的媒体事件是 浙江 浙江 嘉兴日报日前解除了与该报的评论员 王瑶峰的劳动关系 环球日报 环球时报曾对此发表评论文章 但中国的网民怎么看这个事件 请看报道 浙江嘉兴日报日前通过官方微博宣布解除与该报评论员王瑶峰的劳动关系 中国官方媒体环球时报就此发表评论说 王瑶峰作为嘉兴党报的评论员 在微博上写过 当年共党能够在这里诞生 今天嘉兴人民一定也能让他在这里灭亡 跟党走那就是不归路等等 这样做谁突破了底线 被称为砸锅党 环球时报的这篇文章引发大量中国网友的反驳 网友国栋发帖说 不管端谁的碗都要说实话真话 就是端体质外的饭碗 也不能端谁的碗就替谁说话 说实话 说真话 才是正途 网民为大汉以王七百年的网友 发帖这样说 现在是谁养谁 是体质给的饭碗吗 你有脸说 人民做好了饭菜 你加一筷子给他 就成了你提供的饭菜了 不要脸 他不听你的 做得不如你意 就这样批判 你们代表不了民意 姓王的说的 对与错应该有大众来评价 人民连他说了什么都不知道 在美国的法轮功组织 12月4号在美国的国会大厦 举办了一场有关九评 发表十周年 及退党十周年的中国问题研讨会 参加研讨会的由美国前国务院 助理国务卿李斯 美国智囊机构资深研究员费歇尔 以及人权活动人士魏京生等 据法轮功媒体大纪元网站报道 美国国会议员史密斯为本次活动发来书面声明 报道说史密斯议员在声明中支持九评共产党发表和退党十周年的纪念活动 原中国卫生部副部长 全国政协常委黄杰夫12月3日在昆明举行的2014年中国人体器官获取组 组织联盟研讨会上宣布中国将从2015年的1月1号开始停止使用死囚犯的器官 器官移植将由公民器官捐献 黄杰夫同时强调 在器官资源短缺供求严重失衡的情况下 无偿捐赠的器官如何公正分配而不完全由医院决定 甚至被非法器官中介用来牟利 成为公民捐献者最担心的问题之一 目前任职中国人体器官捐献与移植委员会主任的黄杰夫 曾在摸索中前行的《中国器官捐赠》一文中 透露中国约有65%的器官是来源于逝者 其中超过90%是来自死刑囚犯 国际人权组织统计 中国是全世界执行死刑数量最多的国家 中国对于死囚器官的使用 一直也是国际舆论和医学界关注的问题 真的选择 安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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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海省同仁縣境內在2012年11月發生9起自焚事件之後 當地多名藏人先後被捕 其中 雪傳統文化服務組織負責人之一 多吉仁清 在獄中服刑兩年之後 於12月3日出獄回家 我們來看看報道 清海省黃南州同仁縣境內 一位有關人士 星期二通過發送圖文告訴本台 同仁縣雪域傳統文化服務組織負責人之一 多吉仁清 從清海省建新監獄獲釋 消息人士說 2012年在同仁縣境內發生9起自焚事件後 很多藏人被中國當局指控涉嫌自焚事件而遭到拘捕 其中包括多吉仁清 他還被指控建立雪域傳統文化服務組織 並擔任該組織的骨幹人員 當局是該組織為非法 聲稱是以組織名義宣傳反動言論 他被判刑兩年後 於12月2日從位於西寧市的清海省建新監獄刑滿獲釋 居住在瑞士的流亡藏人索南 星期三也向本台表示 根據同仁縣境內可靠消息來源指出 多吉仁清兩年刑滿後得以獲釋 他說去年獲得的消息說 多吉仁清被判處兩年零六個月有期徒刑 但今消息人士證實他被判兩年徒刑 據透露他與昨天獲釋後被當局秘密遣送回家 為的是不讓家鄉藏人歡迎他 有關他的身體狀況等具體情況暫未了解清楚 索南表示 多吉仁清擔任學傳統文化服務組織的副會長 該組織指在藏民間推動講純藏語 發揚傳統美德 提倡敬老慈幼 以及促進社會團結 根本沒有觸犯中國的任何法律 不構成犯罪 以上是自由亞洲電臺 特約記者 丹真的採訪報導 據中國媒體《財新網》12月4日報導 中國人民解放軍新一席工程大學副政委 紀委書記高小燕少將 因涉嫌社會已在上週四被軍方檢察部門帶走調查 當晚 其任職原單位解放軍總參309醫院的住所也被查抄 報導引述消息人士的話說 高小燕涉及的問題 與309醫院後勤基建部門的貪腐窩案有關 高小燕成為中共十八大高調宣稱反腐以來 首位因貪腐落馬的軍方女性副部級官員 廣東、浙江等地近日連續發生群體性事件 據海外的中國茉莫花革命網站12月4日報導 數百名投資人12月3日在廣州金發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外拉橫幅示威 抗議該公司持股的易民金融圈前 數十億後無力還款 現場有示威民眾遭警察的毆打 同一天 廣州科密股份有限公司 增程生產基地的數百名工人也罷工堵路 抗議公司拖欠三個月的工資 但示威的活動被大批的警察驅散 另外 浙江杭州中策橡膠有限公司 永固分場的約300名工人 星期三繼續罷工 抗議該公司搬遷不賠償 有兩名工人遭警方抓捕 同一天 浙江富陽市高橋鎮 舒姑陽村的100多名村民 前往市政府維權 抗議當地村官貪污賣地款 而示威活動遭警方鎮壓 有多人被捕 言論自由 言論自由 解除暴擊 解除暴擊 面向生活在新聞管控下的中國受眾 突破新聞審查 實踐新聞自由 挖掘 挖掘被封鎖 被屏蔽的新聞事件 我們多方核實 我們多方核實 持續追蹤 深度報道 力求還原事件真相 我絕不認可 我絕不認可 去愛 聽不到真話的國度 請力打造 倡所欲言的多元化平台 我們尊重 我們尊重每一位受眾的言論自由 自由亞洲電台 在台灣 國家安全局副局長 12月4日證實 一名中國解放軍情報官 在台灣被捕 與此同時 台灣一位前陸軍少將 也因涉嫌從事間諜罪被查辦 案件爆發之後 引發台灣各界一片嘩然 台灣剛結束九合一地方選舉 然而一位剛參加金門縣長選舉的 縣民徐乃全 卻遭到檢察官 已為中國從事間諜罪查辦 週二 被檢察官傳喚後 遭到法院羈押 值得注意的是 徐乃全是陸軍少將退役 曾經擔任金門防衛部 京東施西洪旅長 陸軍官校學職部指揮官 和馬祖防衛部北干指揮官等重要軍職 案件爆發後 引發台灣各界一片嘩然 在立法院週四 國防委員會的會議上 徐乃全案成了多位立法委員 質詢國家安全局副局長王德林的焦點議題 秦民黨立委李同豪要求王德林 必須公開說明情況 這兩個重要的軍事的基地相關的訊息 有沒有在這個過程裡面遭到泄密 我想請問的是 你們對這個狀況什麼時候了解到的 我跟委員報告 這個案子我們拉了很長的時間 就是在等一個人 那人進來我們就剛好收網 一般相信王德林所說的等一個人 可能指的就是本案的主嫌犯 從中國大陸到台灣發展組織的退役解放軍軍官 根據媒體報道 偵辦本案的檢調單位查出 鄭小江在06年受情報人員毛尚雲的指示 以廈門市公務員的身份 與大陸台商 台籍退伍軍官接觸 並且入籍香港 以大陸商人的身份 吸收台籍退伍軍人發展組織刺探軍情 目前已經知道 鄭小江在台灣吸收的組織成員 包括空軍退役中校飛官周自立 鄭小江在利用周自立在空軍的人脈 引進退役和現役飛官 刺探換向2000戰機的資料和基地的情資 檢調透露 鄭小江在台灣發展間諜組織超過了六年 他在台灣部件的間諜網 至少已經接觸或者吸收 十多名空軍及陸軍的退役現役軍官 王德林也首次公開證實 鄭小江已經遭到台灣方面的逮捕 他人在哪裡 他人現在在被我們被我們逮到 被我們扣住了是不是 逮到那是非常好的 因為我們有我們的軍情局的上校軍官 在越南被他們擄過邊界 我希望我們多抓幾個共諜 進行交換 把我們這些軍官 把他們拉回來 請回來 李同豪所說的 遭中國方面綁架的軍情局上校 指的是2006年 在越南盲街遭到中方國安人員 越境綁架的朱公訊 徐張國兩人 兩人之後遭到中國法院判刑 目前仍然被關在南寧監獄 自由亞洲電台李同 台北報導 12月10號國際人權日 台灣文化部將舉辦擁抱人權 攜手向前的紀念活動 展示國民黨兩蔣主政戒嚴時期 遭政治迫害槍決者的遺書 以及生還者的口述歷史 還展現當年關押政治犯的 歷史長久的歷史場景的復原成果 讓年輕一代不要忘記 那段白色恐怖的歷史 我們一起來看報導 國家人權博物館籌備處 週四在景美人權文化園區 舉行記者會 多名現已七八十歲的政治受難者 受邀出席 台灣地區戒嚴時期政治受難者 關懷協會理事長蔡寬玉表示 1949年聯合國看到二次大戰期間 很多國家對人權踐踏摧殘 所以定了人權兩公約 同時宣布12月10日為世界人權日 很遺憾的 台灣在那段時期 根本沒有人權可言 讓社會大眾能夠了解 當時前輩們為了爭取民主自由 不卑不坑的高解情商 以及挺身捍衛人權的無私與勇氣 為大家介紹今天現場在座的 各位周知受難者前輩 蔡坤林前輩 歡迎蔡清貝 陳欣禧前輩 歡迎 陳清生前輩 歡迎 歡迎 陳世健前輩 歡迎 歡迎 陳文質前輩 歡迎 歡迎 王文清前輩 歡迎 歡迎 吳俊鴻前輩 歡迎 邱再欽夫婦 歡迎 國外的朋友看法 是人權教育和人權的發展 他認為在各位長輩的支持之下 支持我們臺灣未來無理 一定會扶上海面 走向國際成功的領域 希望在大家的努力之中 來共同完成這樣的事情 昨天下午 今天沒有來的一位長輩 90歲長輩 講了一句話 讓我心中非常非常的感動 他跟我說 他能生到90歲 他回覆他的一輩子 在最後的3年 他這3年 他覺得他好滿足 他滿足他能夠在這樣一個地方 能夠把他的思想 能夠跟很多平靜人說 臺灣在那段時間 我們沒有人前 過一年 當年 共產黨正前回老 自由亞洲電台特約記者夏曉華 台北報導 以上就是今天的亞太聯播 我是安培 謝謝大家的收看 再見